徐小可上节目被灌酒!阿变变书怒腔天后! 徐小可,又,上节目被灌酒!阿变变书怒腔天后! 图翻设字眼书!2018年4月13日! 议员阿变金,13日凌晨在脸书怒腔尊大制作! 明天后,原因就是老婆徐小可在节目中被灌酒! 她欺诈,质疑节目不顾引人安全! 你们简直利用一人信任到一个淋漓尽致! 相当心疼老婆的遭遇,冷漠甚至直言! 以后你们的节目,我们白宫这一家不上! 因为这种剑太自己的钱,我们不写传! 据了解,徐小可12日晚间参加历经主持的《麻辣天后传》录影,谈艺人居然不会喝酒! 《罪太出球事件部》,主题,对于节目制作人孙月新,阿变凌晨在脸书发文,孙大制作,明天后,贵节目这集主题是要聊,酒量差,不能喝酒的故事。 结果居然在节目录影中灌小可喝酒。 他只问,大制作,难道你不知道明天后就是出了名的不受控吗? 当集录影布丁场,录影录到一半先落跑,然后整集录影都没一人在说那好的故事,就是先喝美酒,再喝柳橙汁加福特加,还骗说是柳橙汁,要小可喝来解酒。 历经主持《马来天后传》,图中天提供。2018年4月13日。 阿变提到当时情况,仍觉得气愤,节目录完之后,所有工作人员跟工读生傻眼一直狂道歉。 大制作,我们把你当朋友,明天后,我们把你当敬重的前辈。 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了?用骗的?你们是想收拾率想疯了吗? 现场艺人几乎都是开车去电视台录影的。是问他们录完节目要怎么开车回家。 他忍不住质问,大半夜的我要放孩子们独自在家里睡觉,然后坐计程车去街路玩影喝醉,满身酒味的老婆回家。 然后节目播出时,我孩子看妈妈在节目上喝醉酒。 阿变脸书发文充满怒意。图翻设字脸书。2018年4月13日。 发文最后,他怒问,是问大制作。 如果今天你老婆上朋友制作的节目,然后遭到如此对待,你会怎么样? 你们简直利用一人信任到一个淋漓尽致。 孙大制作跟明天后。 以后你们的节目,我们白宫这一家不上。 因为这种践踏自己的钱。 我们不屑。 他更特别标注白宫这一家已删除好友,自理行间充满怒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